他差點被自己的蟲胎牛卡死 有一種難過的感覺 我剛剛那次好像叫太大聲 如果你被嚇到的話呢 那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可能要收個金 那我們這個時候呢 四隻小狗繼續的再出 那麼 欸欸欸 欸 先B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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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礦不是這樣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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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礦趕快回家營運 趕快回家營運 這是你在開玩笑嗎 喔 發現了 發現了 好 那我們再倒帶一次看看 剛剛下面發生什麼狀況好不好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看到是六隻的 好 我們回到剛剛的狀況啦 六隻 五隻 四隻的毒暴蟲出來 那麼 炸狼的目的呢 就是趕快 喔 點掉 喔 所以呢 在這邊防禦的是非常的不錯 但是上面是有點悲劇啦 上面是有點悲劇 你看他的錢 你看他的收入 四十塊 四十塊 好 四十塊 十八隻貢兵 收入四十塊 那麼 呵呵 這裡一個小小的食物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紅色的蟲竹呢 蓋下了他的彰彎繁織場 然後呢 小狗的數量還蠻多的 但是呢 我們先Boss在這邊已經有賭門了 所以 在這邊應該是沒有任何的問題 三隻的蟲蟲出來了 正在生第四隻 好 蟲竹 蟲竹玩家 如果呢 你在蓋蟲蟲的時候會卡人口 那你可以去蓋這個 你可以去蓋一些建築有沒有 你可以去蓋這個高能瓦斯 或者是花七十五塊錢 然後蓋個那個 進化室 然後直接取消 最好是可以蓋兩個瓦斯啦 然後直接就是 把這個蟲蟲 你後面四隻的 幼蟲 晚出來 你知道嗎 有人聽得懂我在講什麼嗎 你知道一隻王蟲 一隻王蟲等於是二十五秒 那二十五秒的時間呢 二十五秒的時間 你如果是能把那四隻的 後來四隻的 幼蟲出來的幼蟲 換成這個四隻蟑螂 那這個優勢就很大囉 所以 痾 後蟲盡量不要拖到 尤其是最一開始的時候 第一隻的時候 好我們這個時候 就繼續的再補弓兵 進化室蓋下來了 那麼二本呢 二矿呢 快要蓋好了 快要蓋好了 喔 四隻後蟲 後蟲就是有這個優勢啊 管你的王蟲呢 是不是在蟲胎下面 我就直接走過去 馬上把你秒殺 這隻 這隻王蟲這樣 如果再繼續飛的話 也會悲劇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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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有沒有 後蟲有沒有 不完蛋了 這個bug完全沒有發現這件事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沒有要攻擊的意思 好 這邊 痾 二矿還沒有開始做營運 喔 趕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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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蟲 後蟲沒有 後蟲直接饒過你了 我看你這個 我看你呢 無路 無家 無路可走 無家可歸 就直接 讓你 讓你 讓你逃生 其實他是沒有看到 那這個時候呢 bug有三個地質 他的地質 欸他還沒有惡況喔 那還是很擔心喔 這個時候打得很保守 想要繞 想要繞 哇 這另外一隻 這隻就悲劇了 那這個時候我們的後蟲 又另外一隻 哇 這個時候呢 我們bug呢 他的人口卡住了 卡在49喔 那我們samboss呢 在這邊人口已經到94 那目前的攻兵數是38比40比22 所以 紅色呢 剛剛一開始前面小狗毒爆 沒有什麼鑽頭的時候呢 就已經開始非常非常的危險 他這時候其實是甚至可以就是 趕快把地質弄出來 然後呢 然後用我們的蟑螂 來 來守門口 然後來開惡況 那他不開惡況的話呢 惡況目前開在9點鐘 但是不趕快開出來的話呢 他的這個營運呢 會很難打喔 但是我覺得剛剛就算是把這個地質 還有 蟑螂全部都弄出來 還是非常非常的難打 因為蟑螂 還有後蟲 這個是超硬霸的喔 這個後蟲直接補血 而且無限補血 好 那在這裡呢 我們的飛塘就開始 我們就要看到這個飛塘的操控囉 飛塘如果直接飛過 飛過這個 我們母親的懷抱的話呢 這個飛塘就麻煩大了 哇 這時候換我們的 飛塘的開始在親對方的 王蟲 不讓你呢 讓你卡人口就對了 這邊還有一隻 這邊還有一隻 好 但是我覺得Saneboss呢 這個時候應該也能了解他自己的優勢 因為他看到對方是沒有惡況的 他對方是沒有惡況的喔 那麼 就算是9點鐘方向 惡況也只有6隻的工兵 其實沒有差很多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看一下 哇 這些王蟲這個排列方式非常非常的有趣 好 我們這個時候呢 呃 後蟲的數量已經多出來了 然後還有配上我們的蟑螂 目前人口在131 那麼 目前有加1加1的工房 那麼正在做加2 還有蟑螂的移動速度 好 這個是我們普通的速度啦 我就直接回到普通速度 因為剛剛用乘以2的時候 我說蟑螂移動速度的時候 我自己都想說 欸 這個蟑螂是不是有移動速度 但是還沒有 好我們這時候全部上來了 後蟲就是補血 喔補血 沒有補到 沒有補到 好 這隻這隻沒有補到 這隻這隻這隻 補血 補血 好 這邊是無限多的能量 可以一直補血喔 蟑螂也可以補血 這隻沒有補到 好這時候呢我們的 哇 全部直接壓上來了 那紅色的 Bug呢 在這邊幾乎完全沒有 任何的 完全沒有任何的 想法 已經沒有辦法救了喔 那這時候拉出所有的工兵 喔 直接打出了 LOL 離開了遊戲 那麼LOL呢 就是大笑的意思喔 就表示 哇這場實在我覺得太好笑了 就是 可能是笑自己啊 不是笑對方 就是笑自己說 哇我怎麼會打成這樣 被 後蟲海呢 媽媽還能壓過 所以呢 這場呢就是我們今天 呃台服 上面呢 有投稿的 最後一場 那麼再來呢我們就要來看到 spanishwa的那一場喔 那 對啊非常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投稿啦 那 呃 我們呢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主題 下次還可以再來播 那麼 我們就要來看到最後一場呢 我們 呃 spanishwa的這一場 這一場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喔 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經看過了 所以 呃 如果你沒有看過的話呢 如果你沒有看過的話呢 呃 我們可以再來看一次 呃如果你看過的話 我們可以再來看一次 那你如果已經看過的話呢 就再來看一次也沒有關係 那 這次我會比較以spanishwa 這個 蓋後蟲海的這種角度來看 那麼 我們呢 遊戲就已經開始囉 呃 呃 在開始之前呢跟大家講一下 那 貝塔杯 快要開始了 貝塔杯快要開始了 請 敬請期待 那麼 目前的計畫 沒有沒有任何延誤的話呢 應該是下禮拜五就會開打 那 但是所有的 所有的這個宣傳啊 還有 還有什麼 圖片 就是 宣傳啊 然後還有詳細內容呢 都還沒有公佈 應該是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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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概 大概 這幾天吧 這幾天會公佈 那 那就大家你知道 多多關心 多關心一下 在 我會貼在西蒙 會貼在巴哈 然後會貼在PTT 然後也會貼在我的Facebook上面 Youtube上也會 所以 所以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 那你如果 你如果不知道我的那個Facebook的話 我就貼一下 然後呢 跟各位講一下 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的 這次的 貝塔杯呢 呃 主要是 是華琴呢 來 這個 最大的贊助 這是我們主要的贊助商 然後呢 我們會辦現場的喔 所以這次不會有 不用擔心帶打事件 也不太可能會有帶打啦 呃 而且我們 報名的時候呢 你會需要填你的姓名 因為之後 是要領獎金的 所以 如果你打到前 如果你打到八強的話 是要領獎金的 所以呢 這個姓名都什麼都要填 所以 呃 完全不會外流 所以大家也不用擔心 那也是 要 防一下這個帶打 所以 OK的 OK的 那 呃 場地呢 反正會在台北 那詳細的內容 再跟大家公布 然後 對啊 應該是會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 對啊 而且我覺得這一次 這一次我們 哇 很多很多很棒的東西 要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現在呢 還很多東西不敢 還就是還沒有到 最後確定的那一步 所以呢還不敢跟大家講 所以 呃 所以 就你知道 到 到那個 到 等我們所有的資訊呢 全部都確定之後 再來跟大家分享 再來跟大家分享 那應該就這幾天了 就這幾天 因為 也需要差不多一兩個禮拜的時間宣傳 然後 而且呢 我們也要邀一些 很多知名的玩家 然後 像 先會跟大家預定啦 SAN 是有說他會 他很希望打 所以SAN會打 那SAN呢 也會從美國飛回來打 因為他要去美國參加NAS喔 然後 除了SAN之外呢 其他的玩家 就是會 會之後再公佈 那麼會有一些明星的 就是總子選手 明星選手 大家 這個是業餘的 業餘的 那職業的還有 呃 教練呢 教練團呢 就是都不能參加了 所以 我們都是業餘的喔 就是你知道 不是職業的玩家 台灣 台灣啦 我是說TES喔 我指的是TES喔 那 因為 就是我們其實是 很希望 這些很多明星玩家 誰啊 就是你知道那些 職業的玩家來打 然後讓大家看個夠 因為 比賽精彩才是最重要的嘛 那 然後我也有 我也有去邀 我也有去邀一些教練 那 但是呢 他們最後討論的結果是 他們沒辦法參加業餘的比賽 所以 只剩下SAN能參加 所以呢 呃 但是呢 其他還有很多高手 那這個會再慢慢公佈 所以呢 呃 詳細的內容會再跟大家講 那 我們呢 就反正大家期待一下 然後 我們就直接回到 spanishwa 對上 onecruncher 在這裡呢 是兩位 高手 那我們就直接 直接進入到遊戲畫面囉 直接進入到遊戲畫面了 直接進入到遊戲畫面了 那麼 呃 呃 OK OKOKOK 我們呢 現在 各位如果你還沒有看過這場的話呢 呃 也 就是 跟我們一起來看 那如果你看過的話呢 就不要 也不用爆雷 這場非常非常的 有意思喔 有意思 那麼我就 從頭呢 呃 到尾呢 我們就來 用慢動作來看囉 那這場就當成是VOD那種感覺 那 雖然這場我VOD已經做過了 在youtube上面你可以去找 找得到 你就找 你就找這兩個玩家的名字就有了 那麼我們呢 就直接來看囉 現在在11點鐘方向 紅色的神族 onecruncher在這裡呢 呃 他也是有打過非常多的大比賽 然後呢 在這個one這個戰隊裡面呢 也是非常非常 呃 前端的神族玩家 所以 非常威猛 那不過他是哪一個 哪一個國家的人 我其實不是很確定 這個是 就需要 還需要再看一下的 好 人口久的時候呢 蓋下第一個的水晶塔 然後我們今天的主角呢 spanishwa呢 spanishwa呢 他 呃現在在韓服上面也是有 我記得有大師啦 我不知道有沒有中師 應該是沒有中師 反正他的等級是在 職業玩家下面一點點 但是 呃在美服上面也是中師 呃然後呢 他自己有很多的想法 而且他非常非常有創意 那這一場呢 就是他的成名場 非常非常多人看到這一場之後 就開始驚艷 說這個spanishwa是誰啊 怎麼 玩充足完成這樣 而且 我們onecruncher是還蠻有名的神族玩家 居然把他打敗了 而且 而且還打成這樣子 所以 呃到底是打成什麼樣子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的話呢 就我們就來一起看囉 好spanishwa呢 那麼在這邊 呃人口 十二 剛剛是應該是十三的時候 先蓋下了孵化鎖 好 這個時候人口 補到十四 好 玩充足在這裡呢 工兵已經看到了 那麼 在這邊呢 呃我們這個當然是已經 最近改版了啦 所以你下面是可以放三個水晶來毒死門 不過沒有必要是不需要這麼做的 好 好啦 那麼 對 我剛剛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剛剛 呃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人叫我站起來 呃 因為 因為我現在其實 下半身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就是 你知道主播都是你知道 下半身是短褲 然後上半身是 對 所以 呃我們呢 完全不能 完全不能 完全就是你知道 主播就是靠上半身在吃飯了 那這個one country呢 這個時候 呃 機械控制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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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呢 家裡蓋下了第二個的瓦斯處理場 所以應該是要做一個 沒有意外的話呢 應該是哨兵的開礦 好 那麼spanish娃呢 這個時候有一隻的工兵 是要準備存100塊的樣子 喔 果然是蓋下來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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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們看到 呃 狗吃已經好了 正在出第一隻的後蟲 第二隻的後蟲也正在出 那麼玩框球在這裡呢 我們看到的是一隻的追獵者 好 追獵者呢 要來 對付我們的蟲族 剛剛可以看到 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話 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就是 剛剛的 onecounter呢 剛剛看到 工兵在這裡的時候 他把他的集結點 設在外面 因為我們的蟲族 就是 如果他要回家 他就直接穿礦回去喔 那你如果這個 追獵者在裡面的話 就會追不到 所以呢 剛剛就直接設在外面 結果發現我們的蟲族 沒有要出去 就馬上點到裡面 讓我們的蟲族呢 呃 工兵 也跑不掉 好 那麼這個時候 呃 我們Spanish娃呢 也是看到了 第一隻跟第二隻